听到好朋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袭总统说话了 谴责暴力不法行为但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安倍抢击案的影响 总统的为安比平常小心再小心 一确让安倍伤重不治总统立刻哀悼 外交部也悼念这位台湾珍贵的民主伙伴以及最坚定的挚友 强调他的逝世是全球一大损失 但从安倍预袭后日台交流协会门口就有民众主用献花 原本打算要安倍七月底来台的安倍居友会更是相当忐忑 因为他过去真的是帮台湾太多忙 以安倍居友会的这个成立的动机来讲 我们就是感谢他 曾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安倍到底有多喜欢台湾 1994年当时40岁的安倍还是菜鸟众议员就已经来台访问 跟前总统李登辉打下不错的交情 2010年安倍卸下首相身份后来台湾两天 不仅见了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还拜会国会龙头主动谈钓鱼台争议 2020年李登辉试试安倍一直想来台 但碍于首相身份只好改成影片致哀 今年李登辉试试两周年 安倍就有意来台 但一直没敲定时间 安倍只有会说安倍一直把台湾放在心里 学生谈言短时间内恐怕找不到 第二个像安倍这么有台的政治人物 正常总动员 要谢谢这一个最挺台湾的好朋友 一路好走 TVBS新闻的李永伟佳琪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